大贵人 海常在 请安 起来吧 谢娘娘 秦公公 今儿个怎么劳动你过来了 皇后娘娘说 这不连着下了几天的雪 天气湿寒 特意吩咐太医院 做了白花丹和海枯藤的香包 给各宫佩戴 这能去风湿 通经落 皇后娘娘真是体虚下情啊 可不是吗 本宫素来体寒怕冷 多亏了皇后娘娘想着 莫歇 奴才 本该还要去 启祥宫和景阳宫 那就一并交给 一个人和家个人了 有劳请公公了 秦公公 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 别像本宫磕戴了他似的 那不能够 都有 都有 来来来 拿来 那奴才就先告退了 有劳公公了 双喜 给秦公公封点银子送去 那谢娘娘了 奴才告退 这香包可是娘娘的情意 你们可别忘了石石 戴在身上 那是肯定要戴的 得了 别处在那儿了 喝屋去吧 贫妾告退 来 跟块木头一样 难怪皇上不喜欢 瞧他那呆呆的样子 这样啊才能显得出 贵妃娘娘的灵慧聪颖 哪只凤凰身边 没有乌鸦呢 你这小嘴巴巴的 是越来越会说话 刺 心 写得越来越好 卓 卓 内务府 越发会欺负人了 皇后娘娘赏给各宫的 白花丹和海枯藤 是做成了香包 叫何宫的人佩戴 奴婢收下了梅子溪桥 结果方才打开一看 里面的白花丹粉末全是赐货 我想再问他们要 他们说他医院送来的 就是这些了 没有更好的 奴婢就不信 贵妃那儿 他们也敢送这样的 这香包缝制得松松散散的 针角也不成个模样 方才我过来 琴丽正眼巴巴地 往贤府宫送香包呢 这针角跟用料 我看都是挺好的 真是小人 这点小东西都要分高低 能用就行了 搁着吧 说得也是 阿若 你把这香包留给我 我回去呢 把这针角给紧一紧 免得姐姐用了便散了 对 海澜逢得好 就让海澜逢 我最会这些功夫了 一定漂漂亮亮的 给姐姐送回来 倒是便宜了琴丽 那个狗奴才 坐下